并不犯规 二少王云在前场的B奖当中 动作过大 缠倒了对方的12号催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场又是北京战斗队断球 发动反击 叶利奇拉到了左边路 加速的带球突破 又造成了国际队的防守 球员犯规 从半顶头来看 这球应该是24号 郑涛并没有铲到叶利奇 换一侧 这是郑涛停急之下 没有铲到球的情况之下 伸左手抓了一下 跳起在空中的叶利奇 从叶利奇痛苦的表情来看 这一下像是抓到了要害部位 在上场的比赛中已经是获得了第五次的减场任意球 但是这五次的减场任意球都没有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 这一步的减场任意球都没有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 对于是获得了第五次的减场任意球都没有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 各级队队 各级队右路的反击 宣函扣过一名 哎呀 回传 看准了再传啊 直接给到对方队员的脚下 亚浪斯在中场的顶防 虽然是一次反规但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反击 从上半场将近三十分钟的比赛时间来看 今天上海队队队赛前的故事非常明确 一切代仗从中场开始有效的逼巧拦截 尽一切可能限制住对方的进攻发起 刚才右边后卫年轻小将郑涛 因为身后铲球被黄牌警告 中场的左侧 还是由陶伟来主发任意球 打到进区前沿 投球摆到进区里面 十二号冯磊 十二号冯磊 出击扑球没有能够扑到 反而是把对方的徐云龙给扑倒在了进区里面 这样主裁办是判罚了点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的情况 从这个慢镜头来看呢 十三号徐云龙 我们先看陶伟主发这个点球命中 球打中路球进了2比0 上场比赛30分钟 北京现在汽车队将比分改写成了2比0 队长桃伟左脚的点球命中 从刚才进区内的慢镜头来看呢 徐云龙这一下摔倒啊 的确动作呢稍有一些夸张 但是国际队的年轻门将冯磊的出击 也确实是碰到了 扑到了对方的身体 陶伟刚才主发点球呢 是打中路 非常的坚决 沈寒 这段的比赛当中啊 上海国际队连续的抓审函这个点 来发动一些快速的反击 绝对大量的感觉 大量的感觉 多迟 或是正当中的区别 grandchildren 我们还没来 Pig 到期уляр去拍摄 最后一 thunder 中国在戶场加封头 燈 徐云龙 没有能够突破程亮这一关 结果程亮这球啊 也是解围处理稍慢了一些 反而又被对方的隋东亮断球 快速向底线的突破 后防线上老将黄振华无奈 只能是缠倒对方 任意球又变成了脚球 刚才这球啊 陶伟开出的任意球呢 弧度比较低 但是球速很快 而且带着强烈的内拳 直取球门的前点 国际队是门将把球扑露出去 角球 后点还有人包抄 但是两名同伴 加上国际队的中后卫 三个人挤在一起相互干扰 没有能够打正位置 好的 我们看上海国际队的反击 阿尔西诺 对于身后啊 对方回追球员的位置 完全的不清楚 这个抬角很高 三十六号耶利奇 郑涛突破了对方的产抢 但是一脚横传 中间位置啊 却没有自己的同伴接应 上不长三十五分钟的时间 上海国际队呢 虽然有过几次边路的反击进攻 并且能够将球传到进去里面 但是整体来看 由于前场参与进攻的人数太少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统计数字当中 上海国际队还没有一次射门 刚才是程亮 在对方巡龙快速转身 往边路汤球突破的情况之下 拉人反规 这道任意球 由于三十六号耶利奇 可能刚才是和国际队的 某一名防守球员相撞 倒在地上 造成了这一次任意球的配合 完全没有能够打成 叶利奇是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向裁判示意 对方是用胳膊肘 打到我的脸上 打到地上 两次的慢镜头啊 我们都看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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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尾 这个球是不犯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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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慢镜头重放的过程当中 北京现代汽车队刚才又形成了一次射门 可惜球打偏 这球到李燕 把球留在界内 结果是给到了对方的脚下 叶利提投球后蹭 没有能够改变方向 小将于海刚才接应同伴致出的边线球 停球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好的 估计对这几下的船地还是相当不错 但是最后我们看这条斜肠船 直接送入对方的禁区 我们从今天上海国际队的排兵布阵来看呢 场上 几乎没有什么 哎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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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